穿著古天樂來片場都是騎電動車 換好衣服自己就過來 穿著灰色上衣 黑色長褲 一身打扮休閒 騎著電動車到拍攝現場 還以為是哪個工作人員 沒想到是香港明星古天樂 拍完機 自己就走了 身旁不見助理 古天樂之身藝人到片場 還會早早換好服裝 等待隨時上陣 結束後再騎著電動車離開 影片曝光後登上社群熱搜 網友大戰 古天樂 台階地氣了 毫無明星架子 也更關注他擔任主演 及監製的科幻電影 描述2055年外星一種潘朵拉入侵 造成人類異變 倖存者為了生存決一死戰 片中集結 劉晴雲 劉佳麟主演 張家輝客串 耗資4.5億的港幣 而原來古天樂也是一位科幻迷 人家人是很有 都很忠情的 但我怎麼都比不上古天樂的了 古天樂本身是星際大戰的鐵粉 收藏1比1的模型 蝙蝠俠 鋼鐵人也是他的新頭號 還創建了私人的玩具王國 我想他是很喜歡這種未來世界 掌握趨勢 接軌全世界 更請訂閱 開啟小鈴鐺 祝禮 公平 電影 連電影 也會 雷